大家好我們是招打阿學團隊 那在一開始之前想要也感謝就是Genevee社群 因為其實我們那個 這個專案是我們第二個投Genevee的專案 然後第一個專案就是我們一開始想要做 我們希望打造一個沒有天花板的學習社群 然後是以民主教育為核心的一個這樣的概念 那因為想做的事情太多 後來因為參與這個專案 2020的專案之後才發現我們做了一個網站 然後是以收集學習資源為主的一個平台 然後這是我們後來 這一次是我們就是想要再做新的功能的時候參與的 然後還有就是 我們的夥伴成員有很多是來自Genevee社群裡面的 像兩位設計師Ann跟Ear然後還有YangYang是負責網頁開發 那我們團隊裡面還有其他的參與成員 像是因為看到導達阿學這個網站之後 然後參與進來的高中生大學生 然後有持續的參與我們的運作 然後我們來介紹一下 就是導達阿學的這個新少伙伴專案裡面呢 在 這個專案之前呢 我們其實現在是一個網站 然後這個網站呢 平均的 每天的使用人數大概是150位上下 然後每個月平均是1000到2000左右 好 那 我們主要的針對對象是以自主學習者 主要是以自學生為主 但是也 談掛了就是現在體制內學生他如果需要自主學習課程 或是 成人的部分他需要 自己精進進修的話 也是我們的受眾之一 那我們發現說 我們做了 有主觀跟客觀的方式 主觀是我們 因為我們 我主要是以教育工作者出身然後 有發現到在學習過程中是需要有同儕的協助的 然後在客觀就是說我們訪談了很多 學生 然後也發現他們 需要有學習的同儕 那他們有一些需求 例如說 他們需要有人去詢問跟指引 因為他對於一個新的東西他沒有一個 比較詳細的藍圖 所以 以至於說你可能找到很多資源但是你不知道我們去安排 怎麼樣去規劃 那他也會需要有人際互動 再來就是 資源的取得可能 有些他需要仰賴別人去提供他不一定他可以自主的去找到 還有就是遇到問題卡關的時候不一定是很難的問題但是一旦卡關了就會 造成學習的阻礙 然後再來就是很希望有不同的一起交流 那再來就是 為什麼 在學習夥伴上面不是只有我們要做才發生這件事情 而是 其實他們都已經有這個需求也是靠 想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解決這件事情 但是問題是 例如說我們在臉書上有個社群叫做 自學生學習社群 那他們 學生比較少去 找到他合適的夥伴 主要都是以家長為主 那有部分是因為 在這個比較龐大的社 社群裡面去 去 發表他們想法是比較困難的 比較害怕一點 然後還有就是地方資源的限制 通常北部的資源是比較多的 那我們 我們根據有做了 就請設計師做了一個 就是demo的一個 畫面 然後也有 透過 網站上跟 我們辦活動上 尋找的 學生們去做 簡單的 訪談 然後 讓了解他們的想法跟說 那功能上怎麼樣會讓 他們覺得不錯 這樣 好 那這就是 他們的回饋 主要我們設計工人他們都覺得是 蠻需要的 我們後來就因為我們想做事情非常多然後 就有分了 就是近期中期長期來去分類 那近期的會想要做會員系統然後找夥伴 然後會員的檔案 然後可以聯繫 加好友 然後中期就會有貼文留言啊然後 希望因為我們本身網站 已經先做了就是學習資源 希望可以把這個 學習資源放在他這個網 他的頁面裡面 讓不同人可以觀看 不同的學習夥伴的時候可以看到他推薦什麼資源或者他新增了什麼資源 好那有通知然後又長期來說因為 我們在訪談的時候他們很希望說我在家 這個聯絡方 這個夥伴的時候我想先跟他聊聊看想了解一下 他這個人是不是適合我的 不過因為 聊天室跟地圖的搜尋因為蠻多 學生也希望說他想要找地域相近的夥伴 但是 右邊那個是考量到資源的部分就是開發 本身是比較 昂貴的所以會放在比較遠的地方 那目前 就在這個狀態裡面我們後來 就是整理出來就是要做會員跟 就是夥伴的列表 我目前大概是88 那功能一就是找夥伴 那這個在這個頁面裡面 他會看到很多夥伴如果你願意行貞的話 就在這個列表上面 那你就去點去他頁面裡面看他個人資訊 他在意什麼 然後 可以有 交換資訊 那目前設定是有email通知 那這個是註冊就是你想要用這個功能的話你就需要註冊然後留資訊 好那這邊可以幫我跳影片 一開始你就要先註冊 那目前這是我們找到了網站不過現在是禮線的部分 他需要填他的基本資料 還有他有興趣的領域 好 那 我們後續的因為我們目前完成度大概就是趴死趴 因為還有那個 聯繫的方式還沒有完成 對 好 讓我們感謝團隊的發表 接下來看評審有什麼問題要提出 如果按照你們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現在問 那個一件事情 你們的膠原蛋白你的想像是什麼 就說 就生物體來講如果說有很多很多的細胞 那在膠原蛋白沒有 沒有產生之前就有很多磁狀的 那個網絡然後這個 這個細胞可以附在那個膠原蛋白上面 那多細胞生物是不會產生的 所以在你們的系統裡面 那你們要想像如果說你現在只有很多 一個一個 原子化的 那個社群成員 那甚至他們就互相認識完之後互相 通了 那個通了聯絡方法之後然後就開始聯絡 如果是這個 結構 這個 這種結構 那最後 整個事情不會走向你們希望的方向 甚至還會研發很多的問題 那所以這中間就是你們要去想像 例如說那個結蒂組織裡面主要就是蛋白 那 在你們的系統裡面 這一類的 角色 你們未來的想像是 謝謝 其實根據我的對台灣人的認知 大家都很害羞 很避暑 所以如果你只是註冊一個帳號 然後在這邊就會變得好像是社群的 就是這種交友平台一樣 會讓大家覺得蠻尷尬的就是 出完私訊敲動 我想認識你 這種尷尬的動口 所以其實如果有那個 就發起活動 比如說讀書會 然後或是 就有示範 或是一個比較可行的方向跟做法 就是 好像會 就是專案方向上的想法差異 對 那很快一下就是 他的年齡是 有沒有限制 然後有年齡的話如果18歲以下 是要家長陪同呢 就是從 學習的平台來考 他不是一個交友平台 他是一個學習平台 那就還有這個安全性 假如他們真的要揪出來 對那這個就是 你們剛剛在 你們在DEMO註冊的時候要怎麼樣去做篩選 或者是怎麼樣 insure那個safety 那個在這個交友平台裡面聯絡好之後然後 那個那個小男生跟小女生就約了去開房間對不對 那類似像 這種 就是整個什麼整個方向如果沒有一個 就像他剛才所說的有一個 活動的策劃系 或者是有一個有一個類似我所形容的膠原蛋白的一個支撐 支撐結構的話 那 事情會朝向 你們想像以外的方向發展 那 所以我就問一下你們想像的那個中間的 支撐結構是什麼 好 因為 也有一個是自主學習地圖 就是 促進會那邊也上次有一個地圖 那 團隊怎麼看待 之前 其他單位做的那個 自主學地圖 有沒有什麼 想法 好 感謝評審們的詳細提問 請團隊正對評審提出的問題進行回答 丁丁老師的 我要緩緩 我們先回答那個自主學地圖 因為我們有參考然後有 跟那個唐宗耀老師聯繫 那 我們覺得他的 概念版本是很完整 所以我們就基於他這個概念版本裡面 來做 不管是UI上優化或是 面對的族群上的 更多元 因為我們本身網站就有接觸到一定的使用者 然後 再來就是說 目前啊就是 就剛剛那個 Danny有提到的找活動其實我們是想做的 那我們那個找活動 是放在下一個階段就是 就是因為事情太多然後 然後我們本身都有 就是我們是拿 額外的資金來做這樣 所以不是專職做這個平台 那我們有發現說 我們有自由辦活動然後也發現 辦活動的時候那個成員的互動是很好 所以他會搭配的是線上跟線下 的部分一起合作 一起結合 然後發起活動也是希望因為 其實就像距離民生的專案一樣有很多專案是 大家可以一起來做這件事情的所以 有時候找人不一定是好事 都一定是方便的但是如果他想參與一個活動他就比較容易進入這個 這個地方 不過這是比較後續階段 然後再來就是 有關社 就是我們想打造社群嗎那有關社群治理啊怎麼去 去避免這些 就是一些 惡意騷擾啊什麼 我們有討論到不過目前還沒有一個很完善的版本 也是需要再去做 比較嚴謹的討論 這樣 那 年齡限制這部分 18歲以下 有沒有家長陪同 上次來參加的學生是沒有家長陪同啊我想 這是 這部分可能我們需要如果想要常態經營的話是 要更嚴謹看待這些 的部分 好回到那個膠原蛋白 謝謝 請問評審是 關於我們這個點跟點之間如何連結的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長期都有在教育 就實驗教育界也好然後在一般的 體制內學生也好我們都有觀察到他們都有 尋求夥伴的需求 那我們也會定時召開這些實體活動 那他們都會有機會來參與到 而且其實 不只是學生們需要自學 那 社會人士難道就不需要自學啊 其實我覺得他的擴展性是很大的 因為我們隨時隨地都需要學習來擴展我們的 這樣的眼界喔 所以 他其實是有無限的 這樣的成長性 所以我們在長期看來 不只是要服務自學生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對於一般大眾 這樣子的狀態也是有他的意義存在 謝謝評審 有人要補充 關於剛剛那個安全性的問題 就是安全性的問題 其實我們有討論到說一些可能 解決的方法 就是 因為譬如像現在的 一些社群媒體 其實他們都會有那種檢舉的功能 其實如果有人在上面發現奇怪的人的話 就是使用者其實 都可以透過簡直的方式 跟品牌做反應 然後我們也會 就是有一些 設 制裏的規範 就是 呃在登入那邊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把一些 詳細的規範都 列出來 對那在未來就是 法律上面的話 就有一個 依據 這樣子 我們怎麼有人力就是 人力 人力 就是 就是 使用者如果 有 填那個 選舉的表單的話 那我們這邊就會 就是人工完壽 長期來說是希望有志工參與就是如果參與者也認同這個理念 那現在團隊成員就是接任 希望自己找到 好不好意思 那我們讓我們以掌聲來感謝團隊的報告與回應 謝謝